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知道為什麼就看那些東西就好吃 沒關係啦 我們在運動就好啦 台灣就是一個充滿美食罪惡的帝國 今天帶大家到哪個地方去參觀參觀呢 第一個就是到我們的饒河街夜市 我離開台灣40年了 40年了 40年了 東南西為了搞不清楚 所以今天特別呢 為了要讓大家對台灣多一點了解 所以特別找了一個地培 嗨 我是地培Rose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跟Kenny當成地培 來帶Kenny來這邊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夜市地攤的東西 真的超級好吃的 而且很有名 是所謂的米其林的 所以我們走繼續看一看 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Kenny你知道嗎 我來考考你 必比登推薦在這一家胡椒餅 胡椒餅有沒有入圍呢 您覺得看這個樣子 有 因為呢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經過這個地方 是 每次都覺得說 因為胡椒餅排隊排的樣子 有沒有搞錯啊 其實在品嘗的時候 它就是排到像大馬路上面 甚至是會影響交通的那種地步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這個傳說中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胡椒餅 到底好不好吃 要請Kenny來幫我們品嘗一下囉 有吃過像這樣的胡椒餅嗎 有吃過這一家嗎 還是有吃過別家的胡椒餅 說句實在話 除了這邊的胡椒餅 還有在市林夜市 我也看過胡椒餅 市林夜市 可是好幾次看到他們在排這些 都是在排胡椒餅 那今天因為有地培 知道說這家是珍重的 拿著米其林的 我看好久的隊買到胡椒餅 但是因為Kenny他有他的堅持 不能夠邊走邊吃 所以我們就要找一家店 好好的坐下來吃了 因此我們就來到了第二站 同樣也是麗比登美食推薦 我們大家看到就是 陳董的藥墩排骨了 藥墩排骨之前Kenny有吃過嗎 有有 有吃過藥墩排骨也是這一家嗎 我在新竹出生長大的 所以說城隍廟那邊 你說什麼都有 但是 新竹城隍廟很多美食耶 對 可是那個時候的城隍廟 應該還沒有胡椒餅 所以這些藥墩排骨都有 了解 好 我們其實 其實我其實蠻怕藥墩的 但是這一家既然是 被比登推薦的話 那種說什麼都要來試試看 對 還是 可是 哇 你看 現在人有點多 我們是不是要找一下位置 我們請Kenny嚐一下 對 看這個味道怎麼樣 對 其實我不敢吃藥墩 但是今天我要人生第一次嘗試 嗯 不錯 那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嗎 來 試試看 味道很好耶 而且很入味 是的 有種重量的感覺 對 尤其是它那個藥墩的 讓你有點甘甜甘甜的感覺 對 LA有像這樣子的藥墩排骨的產品嗎 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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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湯我剛剛喝了第三口 這我覺得好苦喔 就瞬間很暖身的感覺 很暖 對 等一下 要叫流汗了 你會想啃骨頭嗎 對 對 我屬狗的嘛 我屬豬 我也喜歡啃骨頭 我也要來啃骨頭 我是屬雞的 85塊錢新台幣 和美金 你看 翠山 對 三塊錢不到耶 對啊 兩塊多美金 就可以吃到這麼一碗 不會 那麼多 其實夜市真的很超值啊 台灣夜市真的蠻超值的 對 你剛剛吃了這麼好吃的藥墩排骨 會不會覺得 要吃一個胡椒餅 很脹 可是 它上面有寫著 靜待外食 作為無限 對 不太敢 沒有敢拿出來 不是 因為 越老皮越薄 像我們在大學生的時候 很喜歡吃這種 沙茶炒 炒牛肉 挖炒什麼的 就是這種沙茶炒的 沙茶炒牛肉 我以前學生的時候 我很喜歡吃那種鐵板的 炒羊肉 炒牛肉 對 剛剛吃了這個排骨湯 標準排骨湯 現在一身都是汗 尤其這個天氣 因為可以有些毛毛細雨的感覺 沒錯 涼涼的 對 秋天 台灣的秋天 所以說現在看到的這個 冰火湯圓 冰火湯圓 這家也很有名 對 這一家也非常有名 這一家也是米其林必比登推介的名單之一 哇 我們排了這麼久的隊 我們終於進到冰火湯圓店了 哇 我們看 Kennie已經等不及了 他已經先吃了 來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的冰火湯圓 其實吃饒河界裡面最有名的冰火湯圓 剛剛大家看到人潮也知道了 這裡其實有很多人在吃完鮮食之後 都會來品嘗這個冰火湯圓 我們今天點的就是他們店裡面最熱門的 桂花冰火湯圓 然後它這裡有幾種 綜合的 桂花綜合的 對 綜合的冰火湯圓 我現在放它吃到桂花的 現在吃到芝麻的 你覺得口味如何 都好吃 都好吃 有一些吃貨都這樣吃的吃法 他說可以加一些桂花蜜 你要加一些桂花蜜嗎 這邊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我喜歡比較甜 想再加一些 再加一些桂花蜜好了 今天真的吃完這一餐之後 我真的回去要好好減肥 它有一種湯圓是熱的 可是旁邊是冰的的感覺 對 那叫冰火嘛 這一碗冰多少錢 九十 九十 九十塊錢 三塊錢美金 你有沒有看 這一碗 叫蘿杏基 大大小賣到 九塊到十塊錢 至少 在美國的差不多的雷冰品 都是從台灣發展過去的 所以說你在台灣吃到好吃的東西 應該在德國都可以吃得到 對 以我這種惡性 我這種身材的話 大概胖個十八二十八 十日可待 沒關係啦 我們在運動就好啦 台灣就是一個充滿美食 最惡的帝國 你看到沒有這邊有一個標誌 禁食外食謝謝配合 還好的是這個老闆 人很客氣 所以我們就 剛才去經過老闆的允許 現在可以來享用 對 我們現在可以來吃胡椒餅了 哇塞 我們剛剛已經 胡椒餅 對 我們越過了要燈排骨 現在終於吃到胡椒餅了 現在都已經有點變涼了 不知道它的風味會不會變 來Katty幫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如何 還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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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試試看 因為 這個就想到 因為我剛才 我們看它是把這個東西 弄到那個鍋 那個熱熱的鍋子裡面去 就想到 當年我在小學的時候 大概六十年前 那個燒餅都是這樣子弄出來的 燒餅都是燒餅 現在都是烤箱好 但當年的時候 黏在那個屁上 都這樣做出來的 看到很有親切的感覺 我們看一下它的 其實它的皮 它的皮真的很薄 而且呢 它的胡椒餅的那個肉裡面 這個豬肉搖起來 都有那種QQ的感覺 很彈牙 再放入一點蔥 我們平常當那種小點心 都覺得 它裡面的肉 應該是經過了很多的攪拌 很有那個嚼勁 有點像吃新竹貢丸 咬下去有彈彈彈的那個感覺 對 很彈牙 今天我在可以來到的地方呢 也是我們這一次台灣型很重點 中的重點之一 就是台北市中山區的林森北路 這裡了 那麼林森北路這裡呢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非常多的日本人 也形成了非常著名的 條通文化 雖然說現在已經看不到 日本人的影子了 也看不到很多的媽媽桑 但是我還是要帶Kennie 來到這一家 和信安理日本料理 也是在林森北路 非常有名的餐廳 走吧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像這種店 很林森北路 以前我在40年以前 我還沒去美國之前 這種地方都只有聽說 因為我在這裡還是高消費 都不敢來的 那今天來這邊試試看 看到底搞共文化是什麼 真的要等不及了 我們一起去吧 好 我們終於進來用餐囉 哇 你看滿桌的佳肴 有名太子彈捲 對 還有豬腳 那我就想來問問Kennie Kennie知道 最近台灣很紅的台劇 叫華登初上嗎 OK 華登初上據說它有12項提名 可是全部沒得獎 Kennie不會因為是這個 才知道華登初上對吧 沒有 因為真的是 因為這個才知道 OK 這個中獎的百分比 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要來想一下媽媽桑 之前呢 它其實大家會覺得說媽媽桑 是賣笑 或者是甚至有賣倉 其實大部分的媽媽桑呢 是賣笑不賣倉的 而且他們會精通 甚至有三種語言喔 中文 英文 日文 因為日本的客人很多嘛 所以他們要精通這三種語言 才能夠來接待客人 在那個時候流傳下來 大家看到或聽到 這樣子文化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聯想到說 中山區林森北路在那個時候 真的是這個文化流傳下來 我真的是非常的具代表 我們吃完這個福盛晚餐之後呢 我帶Kennie來走一走這個條通 感受一下林森北路的氛圍 Kennie覺得如何 很有當年我的想像中的日本風味 日本風味 對 真的很有那個味道 又有非常多的居酒屋 還有日本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 對 真的是福建 然後去過這一家 你現在帶我來的這一家店 也是這邊非常有名的 這一家店呢 是Shugger Bar 那麼剛剛呢 我們就有提到 說十二項入圍通通共無的 華燈出上的場景 就是在這個Shugger Bar的門口所拍攝的 那麼也因為呢 拍攝完之後啊 店門口也因為Halloween的關係 所以有做一些的裝飾 那麼現在還是有很多人 都會來這裡來拍照打卡 我們呢 在這一集的時候 我們帶大家到夜市裡面去吃了 各種各樣的銅板平價美食 那節目尾聲呢 我們來到了林森北路條通這裡 那希望呢 Kennie下次還可以帶更多的華人朋友來這邊 我們就可以來一起體驗台灣的條通文化 謝謝 謝謝 大家掰掰囉 台北 台灣 讓Kennie覺得 最好吃最難忘的美食是哪一家 說句實在話 我是 你看我的身材 你就知道說 胖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看到什麼我都喜歡吃 然後剛剛一路這樣走過來的時候 看到什麼運圓啊 我覺得 很高興 都會想不斷 想不斷 看見到很多人